今天是大年十一 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是晋川 欢迎收看 活力交战点亮生活每一面 祝大家万事如意 我是Gb 晋川 大年十一 前几天大家刚拜过天宫 那我相信拜天宫 不能少的其中一个水果 当然就是黄梨 真的 这农历新年 其实家家户户 基本上都有黄梨这个水果 那为什么过年 我们都少不了黄梨 还有你在过年期间的这些黄梨 除了就这样当水果吃之外 你还能做些什么用途呢 它的功效又是什么呢 今天的活力交战 就跟你来讨论 这个黄梨的大主题了 一起来看看 黄梨在华人众多方言里 都有万来的谐音 有着招财 好运连连的好运意 是农历新年期间 必不可少的年品 在农历新年期间 黄梨除了作为祭拜的 贡品也作为食物 摆放在餐桌上 与亲朋好友一同享用 比如年饼黄梨酥 年菜黄梨虾球等 方间流传 在新年至少吃一颗黄梨 才会年头望到年尾 吃黄梨除了能带来好意头 还能为身体带来什么营养价值和功效 面对不同的黄梨品种 我们又应该如何选择呢 在摄取量方面又应该如何控制 以免吃过量危害健康 今天就随着活力加油站 一起跟着专家学习健康吃黄梨 新一年一起旺旺 虽然说新年期间 这个黄梨到处都可以看到 都会吃这个黄梨 但是吃黄梨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事项 应该要注意一下呢 没错 我们来请教一下 今天这位嘉宾 他就是饮食治疗师罗小安老师 老师你好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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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安老师 老师 因为新年期间也吃黄梨吗 对 我觉得新年期间 肯定少不了黄梨 从我们黄梨塔黄梨饼 到我们的菜肴都吃黄梨 我特别喜欢这个黄梨塔 这类的 所以甜品又挺好吃的 对 听到黄梨塔的眼睛就亮了 你知道吗 基本上我们可以说 从大年除夕到大年十五 应该都少不了黄梨 老师 先跟我们讲一讲 为什么过年 大家 华人的这个家庭 都少不了黄梨 它的秘密是什么 其实黄梨我们都知道 它的谐音就很像忘来的意思 所以它一定会有招财 还有就是带来好运的意思 那还有一个就是黄梨 它的这个果眼 是从底部然后螺旋转的 到我们的那个头冠 所以它也有步步高声 多子多孙的意思 哦 原来有那么多意思 我还以为单纯的是哦 对 我也以为是这样子 对对对 如果要把这三个字 都灌上一个物品 我觉得 哼就是红包 哦 对 哦就是黄梨 对 话就是发高 发高 对对对 对 静传这个很有严重 其实老师刚才讲的 那个黄梨 我还要我还以为老师要说 黄梨人会挂舌头 你还挂舌头 我太肤浅了 其实说到这个黄梨 我想问巧恩老师 刚才我们有提到说 我们的这个料理里头 黄梨饼 黄梨酥 很重要吗 还有其他的黄梨料理 有哪一些是我们常见的 黄梨炒饭 黄梨炒饭 对对对 太式的黄梨炒饭 太式的黄梨炒饭 都有哦 老师也是开始 很喜欢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对 然后还有就是黄梨炖排骨 对 还有就是一些的糖醋肉啊 凤梨鱼啊这些都是 还有一些娘惹的料理 其实也用黄梨入菜 比如说煮那个娘惹的虾 黄梨虾跟鱼片 那娘惹鱼片也用黄梨 那我个人是觉得用水果来做料理 是有一点奇怪的事情 但它的确还是会增加那个 菜肴的风味了 是是 只不过说我们吃这个黄梨 我们当然要知道说 它的营养价值嘛 主要就是它是属于 维生素C比较高的水果 那其实它一份一百克 我们通常是用一百克来计算 它是多少含量的维生素C 那它本身就有47.8克 那算高吗 算高 其实我们的人体是需要 需要是70mg左右 我们大概吃两百克就足够了 是这样的意思吗 是是 所以它可以很快地去达到这个 维生素C 那第二个就是这个消化酵素 消化酵素它的蛋白酶 那这个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 促进蛋白质消化吸收的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很多的蛋白质料理 刚刚讲的肉啊 鱼啊这些都会有用到黄梨 它也可以帮助到消化 吃太多肉可能会很脏什么之类 它就帮助消化 所以如果你大鱼大肉过后 你反而吃了黄梨 可能你会改善这个消化不良的问题 它帮助分解了 对对是 老师除了这个它的营养价值之外 它对我们的健康有哪一些益处呢 是 那就是因为有这个消化酵素 所以它其实对于这个改善发炎啊 还有就是很像腹泻 其实也有帮助到 那再来就是一些的气管炎 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 因为主要它是抗发炎的功效 那还有就是这个 维生素C 主要就是针对我们的免疫功能 还有就是促进铁质的吸收 它有那么多功效 其实也不建议说大家吃太多 特别是针对一些人群 也尽量不要吃太多或者少吃 那是怎么样的人群不宜吃这个黄梨呢 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吃黄梨它带甜 那我们就会想到糖尿病人群 对 那糖尿病人群 它们最主要就是要控制这个碳水的量 所以刚刚有提到的一份 就是说一天大约是200克 就已经足够了 对 而且它们不能就是一次性吃这么多 我们建议是可以分开 因为通常你在吃水果 可能我们刚刚有讲到你在餐后吃 那你在正餐的时候一定会有吃到米饭 或者是其他碳水 那可能整体的碳水量是超标的 血糖就会表生了 对 所以要特别有意义 还有一个就是服用吸血药的病患 所以这个一般上是心脏病患 是 通常就做完手术过后 医生可能会开这个药物 那基本上就是不要同时间 或者是可能要隔开四个小时左右 因为它是会让我们的血液更吸湿的 那还有第三就是这个 肾病 对 主要是钾 虽然说对于普通人群来说 这个钾是非常好的 它帮助代谢这个钾 但是对于肾脏病友来说 就是钾 钾 这些磷都需要克制 都要限制 对 所以对肾脏是有负担的 是 它反而会影响到他们的心脏 因为代谢不了的话 它会影响到 是 你知道我们人类有一些朋友 他们对一些食物 或者是对一些有时候花生会过敏 有没有人对黄梨会过敏的呢 也有啊 但是它对本身这个黄梨过敏其实非常少 主要是它对那个里面的成分就是它的蛋白霉 反而是对这个消化叫出过敏 或者是对另外一个叫做我们讲激动蛋白 那这个其实是它和就是一些水果呢 它和一些花粉有交叉反应的的时候 它这个介质 所以呢 如果是你对黄梨过敏 可能你对其他水果也会过敏 哦 所以如果是有对其他水果过敏的朋友呢 你在吃黄梨之前就可能要特别留意 看看自己身体的反应 是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是那个 它过敏的一些反应 是 乔云老师跟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主要 嘴唇 舌头 舌头这些都是肿吗 还是有其他的反应呢 对 其实就是一般的过敏反应 都是你会出现在嘴唇 你会肿或者是痒 然后呢 有一些人是吃了过后 舌头啊 喉咙这个部位会开始发痒 就是很少会讲说肿 但是还是会痒 对啊 对 严重的话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如果是过敏反应 它太过严重是去到休克 那个是非常严重的情况 这个可能也会导致到休克的情况 是 如果它真的是 有可能 对 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电视荧幕上 有特别显了一句说 不要吃不新鲜的黄梨 对 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 我是不是对黄梨过敏 但是可能不是 是因为你吃到不新鲜了 不新鲜的黄梨 对 所以你才会有呼吸啊 呕吐啊这一些 不新鲜的黄梨会有这样的效果 会啊 所以你觉得它的反应可能比较快一点 这个水果 所以你觉得你自己是对黄梨过敏 其实并不 老师刚才我们一直有提到说 一份的黄梨是一百克 一天我们摄取两份两百克的话 我们的维西各方面都OK的 但是有不同的人群 那我想请问 一般如果没有健康问题的朋友 我们吃黄梨 是不是我两百克 我就一次都可以吃下去 其实是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 对 那建议的吃法呢 包括可能健康上 有一些风险的朋友呢 基本上呢 如果是健康人群 你即使就是空腹吃 其实问题都不大的 只是如果你是有胃炎 你的胃比较敏感的 那我们就不建议空腹吃 而且黄梨是比较建议 就是可以餐后一起吃 就是你餐后过后就直接吃 像刚刚所讲的 因为它有这个消化酵素 对 所以它反而会有更好的 我们讲效果或者益处 我补充多问一个问题 一般人 如果他真的是没有什么身体状况的话 吃黄梨最多可以摄取多少呢 还是最好是两百吗 还是说它可以超出一些呢 其实这个是根据卫生部的建议 所以一天就是建议两份 两份就是两百克 不要贪心了 是因为有的时候吃黄梨 真的太甜了 很多汁你就讲 我多吃一点 我们这里有一个观众的问题 她手机尾号是6855 她就说孕妇多吃了这个黄梨 会影响胎儿吗 这个其实算是一种 可能带下来的一种 迷思 迷思 迷俗 对 但是其实它影响不大 除非你是自己吃得太多 你导致你的胃不舒服 它其实不会影响到你的胎儿 所以可能长辈以前的这个想法 就是说黄梨比较利 可能会比较凉 他们都利 利可以刮舌头的关系 大家就觉得黄梨比较大 对不对 关于这个刮舌头 是不是所有的黄梨都会刮舌头 或者说我之前听一个老人家 他说他是因为我们吃法不对 就是说如果你在舌头上 反复地一直摩擦我们的舌头 就是用那个黄梨跟舌头 有很多的接触 就会被割伤 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吗 乔宏老师开始先沉思了 我怎么没听过呢 对吧 因为它的这个会割舌头的反应 是因为来自这个消化酵素 那如果你的果皮 没有去除干净的话 那可能就比较容易 那还有就是它可以过盐水 其实也可能是因为品种的关系 它的那个果盐 或者我们讲的那个果皮 它比较深 只是有一些品种 它其实比较浅 你比较容易去除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老师还有一个 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 吃这个黄梨 还有一个吃法就是 沾酱油 再点一点辣椒 还有糖 这个我应该没有吃过 会影响这个营养价值 或者会对身体有中复道 基本上是不会 有问题了 沾任何的都行 还是说刚刚有提到香克的 那有没有说哪一些酱料 不能够跟它参着一起吃 其实是没有 只是因为它这个黄梨 它有消化酵素 如果你搭配牛奶喝的话 你可能会喝得比较苦涩 因为它会分解 我们的这个牛奶里面的蛋白质 所以在家里如果要试做奶昔什么 就不要拿黄梨 跟牛奶一起来做奶昔了 因为那个味道会变得很苦 除非你想吃什么地狱料理之类的 我们这段就先谈到这边 稍微来我们继续聊聊 这个黄梨应该怎么处理 怎么切皮之类的 我们这时候来看一下 奇特的黄色水果有哪一些 奇特的黄色水果 黄泡果 黄泡果属于野生草莓的一类品种 果实由许多小泡泡组成 含有大量的果汁 成熟后为嫩黄色 能直接食用 其口感酸甜 是夏日香野间 微广受喜爱的网红水果 黄泡果的果树浑身是饱 它的根 茎 叶 果实都可以入药 它的根具有通经络 消肿止痛的功效 叶子则有止血的功效 可用于外伤止血 而果实则有滋阴不慎的作用 黄金果 黄金果又称乳茄 五指茄 其果形奇特 果色鲜艳 果气长达半年 是一个珍贵的棺果植物 黄金果是不可以直接食用的 只适合外用 这是因为它的果实中含有微毒 会对人体造成一定的危害 在外用方面 黄金果含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具有消炎阵痛 散淤消肿的功效 逐致腥味气痛 淋巴结合 叶窝身疮等病症 佛手果 佛手果又称五指甘 是甘菊薯的一种特殊水果 形状独特 呈现出手指状的分叉 向佛手展开 在亚洲 尤其是中国 日本和印度等地 被广泛栽培 佛手果不仅可以生吃 还能熟食 用来煲汤和炖排骨等 此外 它含有较高的药用价值 具有疏肝理气 健脾和胃的功效 常用来治疗消化不良 胸闷气壮 呕吐咳嗽 和神经性胃痛等症状 欢迎回来 这个环节很明显的 我们要学切黄梨 吃黄梨跟选黄梨了 我们依旧是有我们的 饮食指导师 罗晓恩老师 晓恩老师 我们先讲一下 对我们这门外话来讲 我们去到商场上 看到黄梨 除了形状不一样之外 几乎都分不出来 到底黄梨有多少种 在马来西亚 基本上会有十多种 十二到十四种种 这么多啊 但是我们应该在这个 鲜果市场 比如说超市市场 看到的应该都是这两种 这两种 OK 来介绍一下这两种 比较迷你的 一个躺着的 一个站着的 这个是MD2 MD2 菲律宾 这个是Josepin 或者是我们叫水晶 这个很出名 水晶黄梨 大家都是说很甜 很多汁对不对 它的名字叫做Josepin 是 它造型也很好看 对吧 这两个有什么特点呢 其实我们从外观看到呢 它其实是比较圆润的 OK 这个应该沾不到 比较圆润 对 它是比较圆润 只是我们从颜色来看的话 一定是水晶的 那个会比较成红色 对 所以这是它的分别 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叶子 它的上面的头罐 它的头罐不同 看一下 对 这个好看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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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我觉得如果祭祖 拜神代都会选这个 对 做造型 而且占得过 所以一般上都是选这个 或者是这个 然后呢 通常我们买就是 否拜祭之外 那可以直接使用 所以他们都会选择 这两款 对 那有其他这部 可以直接使用的 主要是它的味道 因为这两款呢 它是比较香甜 比较多汁 然后你切的时候 它的皮是比较薄 对 所以就是MD2 跟Josephine 是 皮比较薄也比较容易切 对 然后也不太会割我们的舌头 对吧 它的果眼是比较薄 那还有其他的品种 包括哪些 那还有就是 像这个N36 那这个的话 其实基本上 它们会比较多使用在这个 黄黎罐头 因为它没有这么的好吃 但是它的这个 果汁比较多 果粒也比较大 所以做罐头就比较合适 对 那还有就是这个 Yaris Yaris Mo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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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Yanki 这两个呢 它是比较偏瘦偏长的 那这一个的话呢 主要是因为 它们的这个 口感是比较硬的 那它这样子吃 没有这么好吃 它们就会做成这个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料理当中 所以你吃到 这个黄黎 对 比较硬 而且比较酸 对吧 我还以为是 选那个没有熟透的 所以才会比较硬 不是 不是 是品种的问题 对 果干也是有讲究的 对 那Yanki呢 Yanki的话 它其实也是属于 比较口感方面 它是比较脆口的 但是它的颜色 就是果肉 它比较偏白 所以也是市面上 不大很多人喜欢直接吃的 水果 品种 反正人见人爱 就是这两款 就是了 但我印象中 以前呢 我看过的这个榴莲 是比较大品种的 然后它的这个叶子 会比较多 比较大 对 现在这个榴莲 比较圆润 比较长一点的 对吗 那其实它也是有分grade的 就是A B C 这一些的 所以可能它买的这个品种 也是属于比较小型的 因为它们是跟重量 我想可能以前就是家庭比较大 大家会选购比较大的 大科 现在都家庭比较小 黄梨 在菜市场 这个生果市场里面看到的 也相对来讲 它们都卖比较小的 另外还有就是可能 你买到特别大的 有一定是比较好吃的 它的味道香甜度 它可能也会有差别 对啊 那怎么选 对 像这个 这个是不是都甜 没有穿透力看不到 我们的眼睛 对 当然第一个一定是 我们先看它的头罐 头罐是比较青色的 OK 那再来就是它的身体 身体呢 尽量不要选直接 已经熟透了 那这个黄梨 有一些你会看到 完全是已经橙色了 红色的 你买回去 可能一下子就熟透 除非马上要吃完 对 那通常我们可以选它 因为它的熟度 是从下半部开始 所以你会看到 这边是纤红 橙红色 或者是到这50%左右的 你可以买这样子的 那回去的话 可能可以放比较久 很短的时间要吃的话 就选这样子 要不然就稍微再低一点 对吧 可能就要放比较久一些 对 好的 就如果买回去 它不是熟透的 要怎么样 催熟它呢 有没有这个方法呢 这个的话 其实是你保存的那个温度 因为你通常是直接怎么说 就是含乳吃好 你直接放冰箱的话 它就保存比较久 或者你是有报纸 它就会保存比较久 所以你一般上方室温 它的温度也会影响到 是 乔中老师 我发现这两个一个不一样 这个下面这个冰 还留着 这个我打的时候我发现 这个的话 其实如果是有这些的话呢 通常我们要保存比较久 这个就要去掉 如果要保存久一些 这个就要去掉 把它切掉 因为其实它的这个颜色 你会看到有一些它 如果你去买的时候 有一些这里就是已经黑了 但是比较容易腐烂 所以我们就去除掉 会比较好 所以买的时候 如果没有去除掉 就自己来处理 自己处理 对 选榴莲要嗅它的味道 选黄梨 没有 我说选榴莲要嗅味道 选黄梨是不是也要嗅味道 我这一次没有触解你了 对啊 选榴莲的时候 我们都会嗅一嗅嘛 对不对 选黄梨是不是也要嗅一嗅 因为比较清香 因为试过就是有一些水果呢 它们是储存比较久 它有一种发酵的味道 是 那个就是太过熟 好像有酒精的味道 对吧 一般上是清香 它没有这么重的味道 所以那种 那个味道这么重 你吃下去 你会怀疑你自己是不是过敏 不是过敏 是不新鲜了 对不对 那怎么吃这个黄梨 能够让我们得到的营养 是比较多的 是 所以虽然我们刚刚提到的是 100克有40多嘛 对吧 40多克的这个维C嘛 但是我们要怎么样 确保我们拿到的是40多克 是最最最多的那一个 那基本上你只要吃黄梨 它都可以得到那个分量 它不会跑太远 都是会在那个NG里面的 对 所以老师要叫我们讲 切黄梨 切黄梨很重要 来示范你 我是这样吃 对 你知道每次我切黄梨 都会糟蹋它 它就会变成软绵绵 应该是要把那个 果眼去掉的关系 果眼很大 我来切的话 我就觉得那个皮 我会浪费很多过敏 对 就是切一个四方对吧 切一个四方就可以吃了 所以一般上 我们是直接去头 然后呢 你们要确保的 就是这个刀 跟这个砧板 还有这个黄梨都不需要去过身 那这个其实也是为了减少那个小花椒素的产生 就是那个刮舌头那个感觉 是 我觉得这个刀没有这么 好 这个刀好像不利 OK 那这方我们去到头 这个去掉了 这个的话我们再稍微去掉一点点 好 就是头尾把它去除 是 这个 这个刀可能小把力也不太锋利了 要需要磨一磨 那再来我们就可以去掉它的这一个 果皮 是 真的不简单 是 它会去得比较多 想想说 我觉得我们把这个垫底下板 可以 比较可以稳定这个砧板 好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水晶呢 它的眼睛其实比较少 它没有什么果眼 对 所以可能买的 当下那时候买的品种不同 所以就比较难切 而且那边要公布切到斜斜 而且要有艺术细胞你知道吗 对 要不然就讲 怎么切得这样难看呢 因为有的时候 如果你的那个果眼太多 你会切到很辛苦 对 而且这个也不深 大概就是切薄薄的一片 我们就可以把它 果皮 果眼都去除掉 只是因为这个刀比较难 所以刀要确保它是锋利的 是 我们今天这个刀 它可能锋利度没有这么高 所以我会稍微切得比较多 就大家就照着这个方法切一切 然后也让大家知道一下 水晶的这个防磷是比较容易切 所以1304这两个比较容易 皮一去了之后 那果眼基本上都没有了 对不对 所以 这个也是比较多人会喜欢的 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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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要一些时间切一些 要难一些 切一下 那刀 不够锋利我怕弄伤手了 好 差不多最后了 好的 那 再修一下 这个稍微修饰一下 所以你看 基本上如果你爱吃黄衣的话 如果你选购的是水晶黄衣的话 那你不会有这么大的挫败感 我切到 我的果肉都在皮上面了 不会 因为它果眼很浅 如果要做这个菜肴的黄衣 是建议哪一种品种的 菜肴的话 其实你要看你的 对 当然这个会比较甜 那个菜肴就变成甜甜的 对 但是你可以减少糖分 那我们这个把它切了之后 要怎么保存 需要洗一洗吗 最好是我们过这个盐水 盐水 对 因为其实过盐水 它的目的是为了去去掉这个 这个 消化酶 消化酶 消化酶的这个反应 那我们其实吃起来 其实没有这么色口 对 好 那保存的话 我们大概是要怎么保存呢 洗了之后切了 然后再怎么样保存它 其实你只要是切好过后 然后你就放进去这个 蜜唇 保鲜盒 对 保鲜盒 稍微切一块小块 我们示范给大家看 好 有些人还需要一点时间 因为这么刀真的不好意思 不太松立 是 我这样切应该比较容易 对 我们这样的话 我们切一小块 让大家看一下 如果保存的方法 我希望它太低了 王妮就是有那种魅力 你嗅它的味道 你就会垂涎了 真的是垂涎 你也是是不是 对 我还能闻到那个味道 只是它没有这么的 这个有一点 没有这么熟 我们是要切成小块 再去过盐水 还是说在大块的状态之下 过盐水 其实都可以 因为本身你这样子 都可以 直接上座 对吗 好 那我们就放进去 给大家看一下 大概要浸泡多久 这样 其实这个浸泡时间 大概要15分钟 要15分钟 我们现在当做 它已经是过了15分钟 所以其实你们过了过后 你各位就稍微的 把它捞起来 要滤干是吗 水分 水分 稍微 你就可以收起来了 放在这个保鲜盒 保鲜盒需要放在什么 冰冻库里头吗 这样子就可以保存比较久 大概可以多久 其实你可以放到4到5天 4到5天 那如果一般的这个冰箱里头 就要马上吃掉会比较好 2、3天你就要 理解 不然的话你会试过的 就是它会变色 然后它也 有那个发酵的味道 理解 对对 所以记得就是水分一定要滤干 是 好 谢谢乔安老师 谢谢你 稍微回来呢 我们的这个 新春好主页 就教大家 怎么样用黄梨来做一道料理 黄梨蜘蛛 黄梨蜘蛛常见的病害 首先调查 一旦发现病株立即挖除之后烧毁 黑虎病 黄梨黑虎病是由奇异肠汇壳引起的黄梨病害 通过伤口 裂缝或是气口 入侵黄梨植株组织 病症最初在果实上显现为黑褐色腐烂斑点 然后果肉组织开始被分解 大量分解的枝叶从病部外溢 散发出特殊刺鼻的酒精气味 黄梨黑虎病是全球黄梨种植地区普遍存在的病害问题 在防治方面应该以避免伤口为中心采取措施 苗心腐病 黄梨苗心腐病是由细菌引起的病害 其中包括霉菌鼠、腐霉菌鼠和欧式杆菌鼠 这个病害主要危害黄梨幼苗 入侵伤害苗干和叶子的细嫩部分 在初期患病的黄梨苗仅仅叶子稍微黯淡而起无光泽 一般不容易被察觉 随着病源逐步入侵 叶子变成黄色或是紫黄色 叶子前端变褐色干枯 受病源入侵的部分组织 有软腐烂 有臭味 最终导致整个植株死亡 欢迎继续收看 这个环节我们有《新春好主义》 我们今天请到的厨师是刘俊勤厨师 俊勤你好 主持人你好 我们今天谈的就是黄梨 黄梨常常在我们华人的料里头 都会来入菜 今天要教大家做的就是 糖醋黄梨鱼片 非常好吃 非常香 而且很下饭 很下饭 很开胃 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 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哪些 黄梨是肯定少不了的 其他的我们来讲一讲 其他的 这个是红的灯笼椒 红的灯笼椒 红的灯笼椒 这个是绿的灯笼椒 全部切丁 全部切丁 然后来个白的 这个就是洋葱 我还以为这是灯笼椒 这个洋葱 然后这个是黄梨 黄梨切块 切小块 那么他们就煮起来 就四彩平分 是 大概十分的开胃 这个就非常开胃 但是闻那个味道就很香了 对 酸酸提甜的 是 好 那我们的配料方面呢 如果要介绍一下 调味料 最重要的酱汁 酱汁就是这个是盐 少许的盐 少许的盐 这个是水 这个是淀粉 淀粉就是勾芡用的是吗 勾芡用的 然后这个是糖 白砂糖 白砂糖 这个是米醋 这是米醋 就是它的最重要的酸味 最主要酸味的来源 酸味就来自这边 对 酸味的来源 然后这个就是番茄酱 对 番茄酱 主要那个是 这个炸好的鱼片 炸好的鱼片 好 我们说一说 这个炸好的鱼片 处理要怎么处理呢 就把鱼片 鱼片你切片之后 切片之后 你就要稍微腌一腌 就放一些白胡椒 白胡椒 盐 少许的鸡蛋 鸡蛋 这样不要严密什么关系 OK 因为它的盐分会 会吸鱼的水分出来 所以炸的时候 就会更加脆 对不对 不是 你会更容易地沾粉 更容易沾粉 然后对 你腌了过后 你就准备一盘干的淀粉 干的淀粉 然后就一片一片地 沾上那个粉 然后就放进去 油里面去炸 炸了就备用了 没错 炸的时候 就没什么技巧了 就油热地 把鱼片一片一片地放下去 就直接炸到去 变金黄色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要吃软一点的 那你就自己控制火候了 对不对 脆一点的 你就炸久一点了 对 没错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它的 这个酱汁 然后再把整道料理做出来了 可以 首先呢 先热锅下油了 热锅然后就下油 下油了过后 就把这些东西全部倒下去 红的灯笼椒 红的 绿的灯笼椒 绿的 然后白的洋葱 洋葱 然后就 黄梨 黄梨 黄梨要爆 最好就爆到有点焦黄焦黄的 那样会比较香 你看 这个料理 其实大家在吃糖醋的黄梨鱼片的时候 都会被它的那个酱汁的香气吸引掉 对 其实那个香气 其实真正来自是这些配料 现在一炒的时候 对 我就闻到那个 灯笼椒跟黄梨鱼 混在一起的那个香气了 对 没错 非常非常地 让你提振食欲 对 没错 肚子有点饿了 别人别人 别人别人 好 等一下就可以吃了 等一下就可以吃了 好 那我们做这个之后 我们就要准备 准备这些东西 把调料 把这个酱料 把这个酱料 就要开始调了 开始做起来了 我要这个番茄酱 番茄酱先下 先下个番茄酱 好的 番茄酱把它下来之后 搅匀它对吗 下了之后就放那个醋 放一点醋 放一点醋 糖醋 糖醋 所以这个醋是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个用料 然后先拌一拌 然后过后就糖热下去了 糖不像是太甜的朋友 可以放少一点 就自己控制了 对 自己控制了 所以这个白糖的分量 我们就不一定 大家可以随着自己的喜好 自己的口味 来做一个调整了 对 没错 所以醋已经下去了 醋已经下去了 这个番茄酱也下去了 糖也下去了 接下来就少许的盐吧 一点点的盐 好 那么就继续搅拌了是吧 继续搅拌了 然后看它的粘稠度 看了粘稠度 如果你觉得它太稀释了过后 你才加一点 勾芡 你才勾一点签下去 如果不用的话 像这样 我觉得这个也还好 对不对 对 这样也还好 这个样子也还好 大家在画面上看得到的 这个酱汁其实我们并没有勾芡 所以现在看上去 可以不需要勾芡 所以你清水下去 勾一勾芡 那个酱汁就完美了 对 没错 就可以挂着那个鱼片 然后它就 那个鱼片就会裹着 全方位地裹着那一个汁 所以这道菜的精髓就是 鱼片要香 那个黄梨的香气也很重要 但那个酱汁一定要裹着鱼片 对 裹着 要连着鱼片 这个是它的秘诀了 对 没错 所以看目测 看现在我们煮的这个酱汁 应该是OK OK的 其实差不多的 好 来 我们的鱼片就要下去了 就把它全部下去 就把它全部 来 稍微搅拌一下 稍微搅拌 然后裹一裹 裹一裹 裹一裹 然后裹一裹就可以出锅了 对 然后就可以出锅了 好的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让大家看看我们的食谱 跟煮的这个工序是怎样的 马上来看一下 好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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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黄梨鱼片就已经是出锅了 这个事先已经做好了 也摆好盘了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我们的厨师今天很用心 把这个黄梨的表皮 切成一个类似鱼的形状 没错 所以年年有余了 在这个新的一年里头 那这个时候 当然要代替大家来尝一尝 这道糖醋黄梨鱼片 这是刚刚炒好的 好香了 我来试一下它的味道 好好吃喔 酸酸甜甜的 对 酸酸甜甜的 而且我个人比较喜欢那个鱼片 是炸得比较脆 比较筋黄一点点的 因为它那个姜汁裹上去的时候 酸酸甜甜的 加上那个里面的黄梨 还有灯笼椒 你嚼起来 那个嚼劲特别开胃 也特别下饭 好吃 这样可以 那新年在家呢 大家如果是说 整条鱼吃多了 你想吃鱼片 换换口味的话 那家里应该也有黄梨的 自己动手做 非常地简单 对 非常地简单 然后那个固老肉也可以 还有固老肉 对 又固老肉也可以 一样的配料 一样的配料 一样的酱汁 你看 今天大家学到两道菜了 同样的做法呢 你只要换肉类 鱼类 或者是换普通的肉类 切成块 一样的炸法 就变成古老肉了 没错 好 谢谢 谢谢俊勤 谢谢 谢谢主持人 好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有更多精彩的内容等着你 别走开了 欢迎回来新春手作房 我手上这个黄梨造型的饰品 是不是很可爱呢 我们今天这个环节 就要教大家来做这个金旺梨 先请出我们的嘉宾 他就是我们的纸意手作老师 陈春倩老师 小老师你好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其实现场有这个小型的跟大型的 大型的要用比较长的时间 对 老师花多少时间做哪个 大概半天的时间 因为它纸张的数量也比较多 很多 那我们今天要教大家做的是小型的 也比较快 大概多长的时间可以做好 这个我个人的话大概二十分钟 从折然后到完成就可以 我的话可能要用两个小时 因为我觉得做这个手工要很有耐心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要做这个金旺梨 我们需要什么材料跟工具呢 老师首先我们要的是这一个是吧 钉书机 对 大型的钉书机 为什么一定要用大型的呢 因为如果我们是用普通的那种 手指这边的肌肉会很痛 然后这个是整个手掌用力 是 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用大型的钉书机 比较容易 再来我们有这个白胶 对 这个是任何的都可以 白胶 对 白胶会比较浓稠 比较容易干 然后浆糊的话就会比较水性一点 然后就会弄得很肮脏 对 再来我们这个丝袋 对 丝袋 还有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个 招财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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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它是属于七财金 在各大的神料店都很容易找到 都买得到 对 虽然说这个金望梨看起来很复杂 但是只要掌握一个技巧 它基本上就能够完成整个金望梨 对 没有错 那个技巧就是要会折这个 三角片 三角片 而且这个三角片不只是能够做金望梨 好像还可以做很多的这个饰品 对吧 对 它可以做瘦桃 可以做莲花 然后也可以做那个聚宝盆的那个盆 对 那马上来学起来 这个三角片它的用途真的非常广 我也来向老师学习一下 做这个三角片 首先第一个步骤是要怎么样 第一个就是会把纸翻向后边 翻过来 对 然后这个招财金的字 会向着我们的身体 就是再把它转过来 对 好 然后呢 就把这个这一边往下折 对角折 对 找这个平线折 找平线 对 好 折好了吧 好 平线 它其实是不对等的 因为它不是一个四方形 正方形 对 它是属于长方形的 对 就这样子折 折了之后是这样 然后再把另外一边带下去 平线一样 把这一边 对 这一边上边 好 折上去 对 好嘞 然后呢 就变成一个三角形了 是 然后我们要找中间线 就把它折过来 好 折一折中间线 对 因为基本上 每一个步骤都需要中间 来维持它的平衡点 对 所以我们就会找一个中间线 好了对吧 然后左右两边 就会折下来 对折 有点像折纸飞机 差不多 对 如果大家会折纸飞机的话 这应该不难 对我来说是很难 因为我不会折纸飞机 我折纸飞机飞不起来 好 大概是这样 对 然后反后边 这边就会有多出来的部分 是 对 这个耳朵就把它折下来 折下来 对 跟着这个平线折下来 好了是吧 就变成一个三角形了 这个也折 对 两边 好 反回来 再反回来 对 然后这个尖角 是 要去找这一个平线 找这边 对 就对折 对 这样子对一下 对吗 对 好了是吧 然后这边 两边左右 按下来 然后就会弹开 左右按下来 对 然后就会弹开了 然后左右翻开它 翻开它 三角片就完成了 这就是三角片喔 对啊 我完成了 对 很容易是吧 我是没有什么 做手作的天分 但是 你有 你有 还好 但大家可以去严谨一点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不是很严谨 没有说把它折得很平均很仔细 要这边要平均要仔细对吧 我这个就错了 我有一个小小铁布可以教你 让我示范给你一下 这个老小块 可以 没有问题 要平均的话 对 要平均的话 这边按着 然后往下折 它就不会 对 然后就平了 它就不会跑出来 那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要怎么做呢 第二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就是 一个小黄梨 我们需要五个角 所以就要算五个 一 二 三 四 五 五个角 然后 两个角 对 这边对齐了之后呢 按着对齐 钉中间 不要后面也不要前面 里面的话它就会太宽 外面的话就太紧 所以中间就刚刚好 五个对齐了嘛 五个对齐 圈起来 对 圈起来 钉好 就是这个 对 就变成一个 它的基础嘛 对 它的基础底座 对 底座 做好了之后 做好了之后呢 它底座我们就会把这个 尖角折向平线 尖角折向平线 对 我开始不会折了 这样 对 好 把它折上 往上折 这个步骤的用处是什么呢 用处是 让黄梨可以平稳地站着 对 就不会东倒西歪的啦 对 然后也方便在等一下 上黄梨生的时候呢 它就不会一直这样缩上来 理解 好 来 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叶子是吧 接下来 也是可以做叶子 来 我们来做这个叶子 好 叶子呢 一样 用朝财经 是 然后往后翻 这时候跟刚才不一样的是 这个字是向外面 OK 然后 折中间 曲线 对 一样折中间曲线 左右对折 对 有了中间的曲线 之后我们左右 也是这样 就把它带过来 对 接下来呢 接下来要分成三等份 嗯 就把右边的这个 带过来 红色的边框的尖角 好 就这样 对 OK 带过来尖角 好 然后再把另外一边 带过去 带过去这边 对 它就变成三等份了 一二三 是 对 然后 然后 好了之后就用姜糊 让它 这个摆着 是 抹 抹一点点 在这边 不要放太多 对 就这样子抹了 然后把它 盖起来 把它黏起来 对 就好了 就完成了我们的这个叶子 对 就完成了 好 这些都完成了之后呢 我们要上它的身体了是吧 对 它的身体 对 底部是用丁梳鸡 可是身体都是用姜糊 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小型的 小型的丁梳鸡它很大 所以要进去这个洞口 有点难度 好 那我们要怎么 可是这个大型的 就必须要用丁梳鸡 那我们怎么黏呢 首先 在这边 接角处 涂抹 涂抹 是 涂抹好了之后呢 就把这个三角边 往这边插下去 然后记得是这边要对齐 对 对齐好了 之后每一个就是 用同样的方法把它插入 对 插到最里边 然后按压给它 整齐 是 这个需要做几层 五层 五层 多数都是五个角 然后就五个层 是 然后我们的五层已经出来了 这个半层品 对 好 有了半层品之后呢 我们就要放这个叶子 叶子 来老师示范一下叶子怎么放上去呢 像刚才这个叶子 我们可以用手指 按着指腹按着这个尖角 把它往下翻 是 让它有翘翘的感觉 对 一点点就好了 因为叶子就是这样的嘛 对对对 不需要太多 然后在这边嘛 因为第一层是比较低一点 是 比较矮 所以我们就用半张 大概在这边的位置 用叶子 把它叶起来 对 然后五个三角 我们就五个叶子这样叶 叶好了 之后呢 我们会上第二层 对 我还是觉得有一点困难 对我来说 好 这时候老师要完成第二层的叶子 不过这时候也让大家看一看 我们所需的一些材料 跟制作的方法 到底是怎么样的 对 然后叶子 对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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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新年快乐 一样一样 谢谢 好了 来到我们节目尾声 也要给你预告一下 稍后会登场的就是 哇 火力好购物 千万别走开 那同时呢 明天我们要谈的这个话题 是跟我们的元宵节有关 再过几天就有元宵节嘛 元宵节很多人会去赏灯 到底这当中的这个历史渊源 有哪一些呢 我们明天一起来了解更多 同时呢 也会有一个老师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教大家制作这个花灯 千万别走开 明天下午两点再见 来来来 我们happy long long time 笑一笑快乐 happy long long time 新一年 新希望 过去的不再多想 将往新的未来才是理想 来来来 我们happy long long time 笑一笑快乐 happy long long time 有时新的一年 让我们许一个人 心想事成happy long long time 每个好礼拜 不管命运多能猜 只要把心打开 好运来套笼 迈向成功 总会有遗伤能在等候 来来来 我们happy long long time 笑一笑快乐 happy long long time 新一年 新希望 过去的不再多想 将往新的未来才是理想 来来来 我们happy long long time 笑一笑快乐 happy long long time 有时新的一年 让我们许一个人 心想事成happy happy 心想事成好运来套笼 心想事成happy long long time